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3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那么按照惯例,我们会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向网友们通报 未来一周最值得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 第一个值得网友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是美国下周将会发布两个重要的宏观数据 一个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周二 美国商务部将发布二月份的通胀数据 这是一个整体的通胀数据 目前经济学家们预期二月份 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涨0.4% 而一月份美国的CPI是0.3% 所以说预期比一月份的物价上涨速度略快 那么如果超过了0.4% 那么对于华尔街会非常负面 那也意味着美联储还不能够启动降息策略 周四商务部还将发布二月份的零售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对于判断 美国的经济现状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美国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70%左右 那么经济学家们预期 一月份环比会下降0.8% 那么如果下降幅度再大 或者是明显要高于这个-0.8%的话 那么对市场的震动也会是非常大 第二件值得网友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我们将继续围观比特币的疯狂 因为四月份比特币减半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到了 所以历史上来讲 那么在这个阶段比特币它也会疯涨 那么上周突破了7万大关 就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6万8 那么在未来一周 比特币还会不会这样疯狂的狂飙 那么值得大家来围观 尽管大家都知道4月份这个减半的规律比特币大涨 但是大家也同时知道大涨过后 它又会明显的回落 所以说对比特币的这种疯狂表现 投资者围观的还是多 真正下场的人呢 还是对比特币啊 对虚拟货币有一定研究的投资者 第三件值得网友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的变化 那么上周五石油价格收盘下跌了1% 那么全周下跌了超过2% 那么为什么过去的一周国际原油价格预测呢 主要是市场对石油输出国组织 他们的这种减产呢 大家不太相信他们会认真执行减产 同时呢 国际资本市场认为中国两会上确定5%的这个增长目标 缺乏可信的实际措施 所以说认为中国的经济前景呢 也不太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对国际原油的需求 也产生了一定的意志力 那么在未来一周 国际原油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你比如说灾月马上到了 以色列与哈马斯 会不会又重新交战 这都会对国际原油啊 产生一些剧烈变化的影响 所以值得我们围观 第四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呢 是美国的这个股市 因为周五如日中天的英伟达 一天下跌了 大跌了5% 这是自去年5月以来 英伟达的这个股市表现最差的一天 但是没有人认为 周五英伟达的这种变化啊 会结束英伟达的奇迹 所以在未来一周 英伟达他会继续下跌 还是重回他的英雄本身 这个也值得大家来围观 第五件重要的重大经济事件 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周二英国将会发布最新的这个就业报告 那么这个对英镑的利率的变化 他会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 这个英国央行会依据这个数据呢 做出他的一些政策调整 同时呢 欧元区将会发布一月份的工业生产数据 那么目前市场呢 认为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势头啊 在新的一年表现不错 所以这个数据也能够印证欧元区的经济 是否超出人们预期的那样一种坚挺 第二条有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美国国会三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呢 是灾月会是哈马斯最后的机会吗 这个新闻呢 之所以很重要 值得大家关注 是对于我们了解 当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 中东的形势 特别是哈以冲突的这个走势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从今天开始 灾月就开始了 这是伊斯兰农历的 禁食禁欲 反思祈祷的30天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灾月 那么灾月本来就应该消停的 但是今年这个灾月啊 可能是最动荡 最不安定的一个灾月 因为以色列他发出威胁 在灾月之前 你们得达成协议 得交出所有的人质 否则的话 就要在灾月呢 开始倾脚 攻打这个 目前哈马斯最大的据点拉法 那么一些阿拉伯国家 或者一些伊斯兰国家 就呼吁以色列 灾月绝对不能打 这是我们那个宗教节日 灾月绝对不能打 那么当人们在关注 以色列灾月要不要停战 伊斯兰国家劝阻以色列 灾月不能够进行战争的同时呢 实际上另外一个问题呢 被很多人忽略了 这也是这篇国会山文章 他要提示人们的 他说实际上哈马斯啊 他们在撸起袖子摩拳查掌 他们准备在这个灾月大干一票 就人们认为啊 灾月哈马斯是不是要休息 是不是要求以色列你不要打了 实际上国会山他这个通过调查了解 他说你们不要弄错了 哈马斯他一直在筹备这个灾月 怎么来大打出手 怎么来制造一点动静 所以你看这个跟人们想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之前的舆论总在说以色列说摘月之前你不达成协议 我就要打 矛盾焦点放在以色列要打 实际上哈马斯那边呢 也在准备大干一场 国会山报道当中呢 他回顾了去年的这个摘月 他说去年的摘月 摘月啊出奇的安静 那么回过头来看呢 这个是哈马斯精打细算的避免了与以色列新的政府发生冲突 麻痹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警惕 而在过去的几年 在摘月当中 哈马斯是要每年都要制造出来一些动乱的 那么今年的摘月为什么说可能特别暴力呢 国会山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是以色列已经不耐烦了 下了最后的通牒 要求他们交出人质不交出人质 摘月也打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是目前极端伊斯兰的这个武装组织啊 在中东在非洲 目前竟正在加紧筹备这种战争的准备 包括吉布提的伊斯兰组织 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 包括在伊拉克 叙利亚的一些伊斯兰武装组织 他们都有一些摘月发动袭击的一些计划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 不光是在以色列 不光是在加沙 在非洲 在中东其他地区 都应运着这些武装袭击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哈马斯 特别是哈马斯的领导人西瓦尔 他认为摘月是他最后的机会 就摘月他不仅能够保存实力 同时呢在摘月他重新进行一些调度 组织和动员 那么希望通过摘月 能够重新聚集他的实力 同时呢这个哈马斯也期望在摘月 能够给以色列予以重创 所以以色列目前他们分析呢 就不排除 现在大家认为岌岌可危的哈马斯啊 他有可能在摘月对以色列 境内呢发动新的规模 更大的恐怖袭击 所以这个新闻呢值得我们呢高度关注 因为摘月已经开始了 他已经满足了以色列开战的先决条件 就以色列说开这个摘月之前不达成协议 那么摘月就要打 所以本来是一种啊 什么禁食禁欲反思祈祷的这样一个安静的摘月呢 反而成为啊非常动荡的一个时机 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 他标题是亚美尼亚的外交部长称 亚美尼亚正考虑申请加入欧盟 这对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因为亚美尼亚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那么亚美尼亚最近几年一直在与这个阿塞拜疆 为领土的这个争执打仗 那么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这几年的这样一种啊边境冲突当中 俄罗斯呢是在帮亚美尼亚保护亚美尼亚 而土耳其呢在背后支持阿塞拜疆 但是打了几年之后呢 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支持啊 力度是越来越大 甚至是派土耳其的军队参战 他的空军还亲自参战 但是亚美尼亚并没有得到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 甚至普京为了他目前的这样一种啊 比较孤立的这种国际环境呢 他不敢得罪土耳其 他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这种战争当中呢 他压制亚美尼亚 那么这个呢亚美尼亚人呢 他就感觉着非常绝望 我本来是找个大树 好蹭梁靠着你俄罗斯 结果你俄罗斯呢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你把亚美尼亚呢拿出来做交易 拿出来跟土耳其做了交易 做了砝码 那么上周亚美尼亚就正式提出 希望俄罗斯撤军 就目前俄罗斯呢 在亚美尼亚驻扎了少部分的军队 他就提出俄罗斯里的撤军 那么进而呢提出加入欧盟 那么大概率他未来会提出加入北约 那么一旦加入北约的话 那就与俄罗斯呢就走上了一种啊 军事的对立面 所以这个新闻为什么非常重大呢 他也是改变了这种啊 地缘政治的这种版图 那么如果亚美尼亚倒向了西方的话 那么对于俄罗斯的这种 所谓的战略防线就撕开一个大大的口子 那么今天亚美尼亚的总理 尼克尔帕斯尼扬 他宣布计划在2024年底以前 启动欧盟申请的程序 那么不光是要加入欧盟 那么跟原来的俄罗斯的关系 还要不要呢 人家也很明确 人家总理今天讲说 亚美尼亚不是俄乌战争里的俄国的盟友 就在乌克兰战争当中 我们不是支持俄罗斯的 并且表示正在考虑是否要留在 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那么如果退出这个组织 那就跟俄罗斯没什么关系了 那么从欧盟方面呢 也给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 就欧洲的媒体呢 他只不过是谈到 加入欧盟的整体程序 可能要耗时十年 那么除了决策过程的漫长呢 各个成员国在欧盟成员的资格 公民身份 欧盟财政和共同外交国防政策等方面 都拥有否决权 所以呢 对新加入的国家 他们是也是有一些认真的省事的 那么目前 乌克兰土耳其 这些国家呢 都是在申请加入欧盟之后呢 在处在一种啊 等待决定的审查阶段 那么俄罗斯 一定会对亚美尼亚的这个举动呢 会做出激烈的反应的 但是今天俄罗斯还没来得及 也许明天俄罗斯 他就会做出反应 LT认为这种反应 毫无疑问 就是一种威胁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爆料 这个爆料还是震惊了国际舆论 华尔街日报呢 他不知道从哪弄到一份机密文件 就中国的这种的机密文件 这个文件呢 是2022年发出的 文件号叫79号文件 文件的主要内容呢 是要求将美国技术 完全完全从中国的电脑网络系统当中清除 或者有些人呢 将它简称为这个文件叫销A 就是美国的国民的英文字母的 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销A消除美国 或者叫清除美国科技的简称 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 引述知情人士称 这个79号文件 十分敏感 高级官员 国企官员 只能阅读不许复制 除了政府部门 文件还要求金融 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 在2027年之前更换IT系统当中的外国软件 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重大的新闻呢 这个爆料之后呢 他主要评论 或者他主要关注焦点呢 他说哎呀 这个对美国的这些IT企业啊 可能是很负面 这个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销售 而且点了比如说戴尔 IBM 斯科 那么这些呢 在中国的市场销量呢 就会要锐减 那么LT想对这个新闻呢 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2022年这个79号文呢 这种销威 或者是清除美国的这个软件 这样向举动呢 LT是可信的 中共呢 他也没有掩饰 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事 那么LT感觉华尔街日报 把这个事聚焦在美国的销售要下降 这个还是有一点短视 还是有一点的过于功利 LT认为这个79号文传递的最重要 最有冲击力的信息 是中共在主动脱钩 或者在做完全脱钩的一些准备 这个倒是应该更加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 就中共很怕脱钩 总在讲不能脱钩 但是中共在脱钩的行动上 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坚决 比任何西方国家在脱钩方面速度都要快 这是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国家必须注意到的现象 第五件与网友分享的重大新闻事件 LT想对最近在中国网络 在中国社会 热议的两个热点事件 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分析和判断 哪两个热门事件 在中国最近吵得一塌糊涂呢 一个是有一个叫毛星火的人 要起诉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这个说莫言的这个作品啊 侮辱先烈 美化侵略者 攻击伟大领袖 那么这个叫毛星火的人呢 也算是个小威了 他发动了对莫言的起诉之后 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就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是文革来了 这个你搞这种阶级斗争 搞这种清算 这个对中国社会危害非常大 那么有些人呢 是支持这个毛星火的 而我提关注这个事件的演变呢 并不像有一些网友啊 看得那么轻那么淡 认为是一批无脑的小粉红 或者是极端民粹主义分子啊 他们在搞这些极端事件 特别这个毛星火呢 把自己标榜成谭词同 但是呢 弄个照片呢 又是梁启超的照片 就他这个人对文化历史 并没有很严谨的去学习和研究的 所以说有些网友认为 这个呢就是一个闹剧 一些啊小粉红的闹剧 但是LT注意到呢 实际上也有些严肃的 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 势力或者政治立场组织的代表 他们也加入了支持毛星火 并不仅仅是小粉红 你比如说中国 著名的这个外交官 这个李扬 他就支持这个毛星火 他就认为 莫言侮辱了毛泽东 攻击了共产党 同样还有前新华社 英文编辑师的这个主任 现在也在中国社交网络 也算是大V 叫民书杂谈的 他也提出来 他说我不反对莫言的作品 但是莫言的作品当中体现出来 去讨好西方 诬蔑中国人 这个他是反对的 所以这件事呢就弄弄的还并不是简单的 谁对谁错了 那么中国的老猴蛇 胡锡进也加入了这个大争论 他批评这个毛星火 但是胡锡进一开口呢 就遭到了中国的一些爱国网民 或者我们有些人愿意把他归咎为小粉红 这猛烈的攻击 就是说你这个胡锡进啊 你一直叼盘 好像在替党说话 但关键时候暴露出来你胡锡进 你就是个反贼 那么从批莫言到要揪斗这个胡锡进 胡锡进吓得呢 也把他这个贴文也删除 所以你看这个事就越闹越大 这究竟是个什么事 谁在跟谁打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著名的这个记者在中国也是非常有思想性 观点非常犀利的 这个李大眼啊 李承鹏 发了一篇文章 又把人们带入另外一种思考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看文坛那把大火烧出几多舍离子 他呢就没有去简单说是毛星火队 还是莫言队 他呢就讲述两个现象 他说第一呢 像这种揪斗啊 作家揪斗这些文坛巨匠啊 这个以前演过 什么时候演过呢 文革时期演过 你看中国当时的这个知名的作家 没有一个不被揪斗的 而且在揪斗过程当中 他们自己也认错 你包括沈充文 巴金 没有一个不被揪斗的 而且被揪斗这些人也是心服口服 那么这个呢 他倒提示呢 这种揪斗莫言呢 清算莫言 有点文革的味道 第二呢 他也讲现实 就即便在文革当中被揪斗的那些作家呀 他们本身也是毛泽东的粉丝 本身也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 所以他也举出就是莫言来讲 莫言他本身来讲 他的政治立场 政治观点 与毛星火呀 并没有差别 他也是一个狂热的毛泽东的粉丝 毛泽东的热爱者 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很尴尬了 因为在一般的舆论当中认为 毛星火呀 这种毛粉啊 这种毛左呀 是于莫言这种啊 文学大事格格不入的 你们搞文革就来批诺人家莫言 这个李成鹏呢 他就揭设这么一种非常尴尬的这种现实 就莫言也是热爱毛泽东的 特别在今天 他还反感别人的不尊重毛泽东 所以他的逻辑观念呢 是与毛星火是一样的 这个李成鹏呢 就把这个现象提出来 就是你们呢 在毛星火起诉 莫言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表态要注意分寸 就这个里面不是说 站随一边或者谁对谁错 这还是一个 中国特色很复杂的社会现象 这是一个热点事件 第二个热点事件呢 就是娃哈哈与这个 农夫山泉这个之争 哎呀 这两天还越搞越热了 这种骂这个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是汉奸 这个娃哈哈的这个 创始人是岳飞 这个还越演越烈了 而且呢 网络上啊 充满了这样一种行为艺术 叫砸农夫山泉 或者让农夫山泉 在娃哈哈面前下跪 或者要喝只喝娃哈哈 这个还越演越烈 那么与这个莫言 被起诉这个事件一样 LT也注意到 今天有中国的大V 就提示啊 群情极昂的这些人民群众 革命群众 他说你们看看十年前 娃哈哈的这个创始人呢 中庆后 在有一些乌合之众面前 在有一些革命群众面前 受到待遇于今天呢 农夫山泉的这个待遇是一样的 人家又把十年前的这个热门文章就找出来 就当时中国社会也是广泛 批倒批凑中庆后 就当时2013年流传最广的是 汉奸中庆后 这个中庆后 在今天来看是民主英雄啊 怎么当年被打成了这个汉奸呢 这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 中庆后把娃哈哈卖给了法国达能 而且呢 与外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将大量国家利益廉价 卖给外国企业 那么后来 中庆后呢 就一句话解释 说当时对商标品牌意义认识不清 那么当时的舆论说 作为一个商界的老手 你能够认识不清吗 你当然认识得清 因为只有卖国人 卖给外国人 你中庆后才能够侵吞更多国有资产 你中庆后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说 我们不听中庆后的解释 你就是个汉奸 所以呢 这个文章呢 让目前呢 义愤填膺呢 正在这个 批龙夫三权 这个歌颂哇哈哈的这些 革命小将们呢 也有点不知所措 这怎么越搞这么复杂 那么对这两起啊 在中国社会啊 杀得天昏地暗 斗得一塌糊涂的 这个社会热点事件 我听着想与网友做五个方面的分享 就第一个观点呢 是你看中国社会啊 它处在一种啊 极端的病态状态 就是人们呢 动不动就要扯出民主大旗 就民主主义的大旗 你看 在斗墨言的问题上 高取这种民主主义的大旗 爱国主义的大旗 你看斗龙夫三权 也是高取爱国主义 民主主义的大旗 就动不动啊 在国内的这样一种啊 舆论争论当中 动不动就拿爱国主义将军 把对方将死 就这个现象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你不先举起爱国主义啊 不先指责对方汉奸啊 你可能就会 立刻就会被指责成汉奸 所以说 不管什么立场的人 首先先把政治的一方 扣上一个汉奸的帽子再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两个热点事件的 大家不要去看 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这两个热点事件的本质就是 就今天中国社会 舆论争论当中 就动不动就扯民主主义 爱国主义 来压制对方 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舆论常态 那么这个现象的本质呢 它还是习近平这几年呢 他一直利用民主主义 来进行集权 用民主主义 来凝聚他的支持者 就像慈禧当年玩这个义和团一样的 那么有老服业的加持 义和团呢 他就一发不可收 当然最终义和团 他会胡拳 不要会反思到老服业的 所以习近平玩这个民主主义啊 现在是玩在这种高峰期 这种民主主义玩的最直接的效应呢 就是挤压对外开放 挤压对外合作的空间 所以这个恶劣的影响啊 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这两个事件 都是这样一种现象 就民主主义 爱国主义的畸形的表演 已经在中国社会常态化 第二个欲网友分享观点的是 无论是莫言 还是这个娃哈哈 就这些人本身来讲 他们被强行的给贴上了一种标签 但是你如果认真去推究 这些当事人当事方的政治立场来讲 与他们受到攻击 与攻击他们的那些对立面呢 政治立场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就人们并不完全是因为政治立场 并不是因为在民主主义 爱国主义 这个立场上有区别而批斗 或者被批斗 往往这种政治立场一样的人呢 也能够互相斗起来 他这个就是文革一种逻辑 就文革你看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 都是拥护毛泽东的 都是热爱毛泽东的 但是在这样一种 同样的政治信仰过程当中 也能够杀得天昏地暗 所以你不要试图去从 这种啊 乌合之众的这种群众运动当中 你去找谁对谁错 他就是一种狂热 就是一种无脑 这种斗争运动 结果就是一地鸡毛 没有一个人得好 第三个享用网友分享观点呢 今天这个中共的党媒 澎湃新闻呢 站出来评理了 哎呀 你们不能够再去斗这个农夫三权啊 你这个拉一个踩一个 这个对民营企业并不好啊 他这个呢 似乎想扯到民营企业 这个话题上来保护农夫三权 LT认为的党媒啊 他就是不敢出来谈政治 他把这种明显经典的中国的这种群众性政治运动 他把他呢 范围试图想引导 缩窄到民营企业投资环境上 党媒他就不敢说你这就是搞文革 你这就是搞阶级斗争 就应该反对这样一种 你看他用了一种呢 罚酒一杯或者是委婉的相劝 你不能拉一个踩一个 要一水同仁一碗水端平 对娃娃怎么样 就应该对农夫三权怎么样 那么首先要肯定在所有的党媒当中 澎湃呢 他敢出来的为农夫三权说点话 这个我们应该肯定 在所有的党媒当中 澎湃新闻 他还有那么一点点这种社会责任感 相比要其他的党媒不敢碰这个事 谁敢招惹爱过群众啊 但是LT认为澎湃在对这种 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的时候 他又回避本质 他不敢说这种攻击农夫三权呢 就是搞文化大革命 就是搞这种非法的指控 他不敢得罪那些群情激昂的人民群众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 民营企业投资环境问题 它这就是个政治环境问题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 今天LT看到有一个中国的网民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流量把人变成鬼 你看这两个事件呢 实际上热乎的一方呢 群情激昂的一方 坦率来讲 更多的是在玩流量 你包括那个毛星火 所以在今天互联网时代 有些人为了流量 无所不及 完全是没有任何下限 所谓的流量背后 还是利益 而且为了流量做恶人 并不会遭到什么报应 因为任何流量 它都能变现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呢 互联网时期 人们的伦理道德 它在发生一些变化 第五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 也是今天看到 有人呢 对这种中国这种现象啊 做的一些评论 他讲的很有意思的观点 就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大V 他说 有些人呢 就愿意一句话做结论 你比如说 有人问 说中美洲离美国那么近 为啥没有发达呢 人家一句话就结论 还不是美国不让他们发达 那有这么简单吗 同样对莫言这个事件 对农屋三权这个事件 就中国人习惯的 就找一句话的结论 就谁对谁错 或者这个事应该怎么样 实际上没那么简单的 你看以上四条 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来看 它还是很复杂的 它有民营企业的问题 有这些被攻击人的观点立场 被人家抓住小辫子的问题 也有这些人的 本身于批评他们的人呢 基本的政治立场一致的问题 还有些人 纯粹是为了炒流量的问题 所以说在分析这些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够用一句话 一个观点 来对这种复杂的社会热点事件 去做结论 去下定论 我们需要一些多维度的 来观察思考这些社会热点问题 总之这两个社会热点问题 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效应 是非常负面的 最后再与网友们一起分享 今天两会的最大新闻 那么今天政协闭幕了 那么周一 人大也会闭幕 那么今天 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 中国两会的新闻时候呢 不约而同关注两个 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 一个新闻事件呢 是习近平这次啊 非常疯狂的 痴迷的 在两会上 推广他新发明的词 新制生产力 那么这个新制生产力呢 在中国社会能引起多大的反响 这个是习近平很关注的 因为习近平呢 他的心思不在两会 之前LTV网友分享过 他的心思还在打造 他的思想体系 他在弥补一块拼图 所谓的新制生产力 那么中国社会有没有反响呢 两会期间 习近平这么卖力推广 今天就有反响了 这个中国的主流媒体 国际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 就西安科技大学 火速成立新制生产力研究中心 这个成为今天中国的这个大新闻 也被国际媒体的普遍关注 新制生产力呢 是习近平去年提出来的 在黑龙江提出来的 不知道在黑龙江看到什么 让习近平呢 呃 蒙发奇想 提出新制生产力 那么今年全国两会 新制生产力成为 这次两会最高频的词语 那么西安科技大学 近日呢 火速成立了新制生产力研究中心 而且呢 由校长亲自挂帅 主持该中心理论研究和技术公关 等事务 诶 他这个新制生产力不知道有什么 技术公关理论研究 那么中共党媒澎湃新闻 在引述西安科技大学官网的消息 称 这座新制生产力研究中心 在燕塔校区设立 未来将聚焦新制生产力 探讨数码化 智慧化 绿色化等创新方向 为推动产业升级 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西安科技大学校长 莱新平说 面对新使命新要求 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主力军 该校责无旁贷 这个校长莱新平还说 要紧抓快干 务求时效 干自当先的精神 以时不我待的热忱 投入研究中心的建设发展 那么这个新闻 LT看到中共的官方媒体 报道的多 评论的少 大家不知道怎么来评论这个事 就感觉这个事有点怪怪的 但是党媒官媒 他不敢去议论 他即便是肯定赞扬的评论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赞扬 怎么去评论 因为习主席这个新制生产力 究竟该谁来搞研究中心 或者究竟要不要研究中心 或者站不站成这种抢筑的行为 这个官方媒体 对这个事你不报道不行 这个是紧跟习主席的 但是你怎么来赞扬这个事 或者更不能批评了 所以这个有点无所失从 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现象 我们后面会评论的 第二个重大新闻 与新制生产力有关的重大新闻 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在国际上的影响 也更大 习近平刚刚在解放军代表团 宣讲了他的新制生产力 并且把他的新制生产力 与军队的战斗力 结合起来 说军队要发展新制战斗力 我在全国人民 我指挥他们去搞新制生产力 军队就给我弄新制战斗力 那么军方怎么贯彻新制战斗力 今天就出岔了 今天就报道 中共的军方的目前的三号人物 何卫东 现在军方一号的是习近平 二号张右侠 三号何卫东管政工的 那么何卫东今天在贯彻 新制生产力 就提出来一个 怎么贯彻新制生产力 就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 习近平刚刚讲完新制生产力 这马上出来一个虚假作战力 这个有数听得了 让人们感觉一惊 这个新制生产力 是不是就虚假战斗力 或者新制战斗力 就虚假战斗力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人们的很多这种联想 南华早报 专门对何卫东 在习近平讲完新制战斗力之后 人家讲出一个虚假作战力 就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也采访了很多专家 就新加坡南洋大学的研究员 夏尔对南华早报说 何卫东他谈这个虚假作战力 战斗力 主要与解放军最近曝光的 违反内部采购规定有关 这些对解放军军事 硬体的品质和真实战场的表现 产生负面影响 那么南华早报还采放一位 解放军的装备专家 傅前哨 傅前哨说 虚假作战能力 也可以指未达标的虚假演习 例如解放军报先前报道 有部队选在日落时进行夜间演习 根本不是夜间 他要搞夜间演习 同时何卫东所指也暗示解放军训练的问题 应该根据实战要求进行 不能沦为作秀 那么对于今天呢 一个西安科技大学啊 抢先成立这个新制生产力研究中心 另外一个呢 是解放军的正攻一号 人家提出来了这个 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 你搞新制生产力 我来打击假的作战能力 那么对这两个有关新制生产力的 这个新闻LT响与网友一起 做三个方面的这个观点分享 就首先第一呢 是新制生产力啊 习近平特别卖力来推广 那么在中国社会呢 就产生了一些反响 这种反响的当量形式很有意思 你看在中国大学里边 习近平这么卖力去推广的 第一个抢驻 或者第一个回应的是西安科技大 那么西安科技大 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角度 还是从这种啊 新技术这种角度 他不可能作为中国最顶级的这种代表 他来抢驻 能够反映出来这个西安科技大啊 特别他这个校长啊 还很善于投机 很善于献媚 抓紧了这个司机 在中国大学当中 抢了投驻箱 所谓抢投驻箱呢 就给习近平第一个磕头的 这个还体现了他这个大学啊 校长的这种投机能力 第二个也反映 这种校长呢 他还有点经济头脑 因为现在啊 全党哄习近平高兴 只要习近平高兴 就有钱 就有经费 所以说成立这个新制生产力 谁敢不给批钱呢 所以你无论是教育部也好 中宣部也好 对西安科技大学的这个 新制生产力研究中心 他争取这种啊 国家经费资金 是非常容易的 这也是他的一个经济头脑 所以就要让习近平高兴 自己要得点好处 所以这个是 LT对西安的科技大学 抢投驻箱的 就这么两个感觉 那么第二个这个新闻呢 就很有意思了 你看习近平在军队讲 新制战斗力 人家这个郑公一哥呢 人家讲打击虚假作战能力 那么新制生产力 与这个虚假作战能力 被强行带入一种对应关系 那么这种对应关系 你推敲起来呢 这个对于习主席啊 就不是太有利 你如果说 把这虚假战斗力 是新制战斗力的补充的话 他能够反映这种 所谓的新制战斗力啊 标准太低了 因为你那个里面 连虚假战斗力都包含进去了 你看人家要专门要摘出 在新制生产力当中 摘出虚假战斗力 那说明你那个新制生产力啊 太水了 也这个呢 体现何卫东呢 给习主席上一课 如果是补充的话 那么如果是对立的话 那对习主席这个也不利 你如果说习主席谈 新制战斗力 我们要反对 虚假战斗力 那么如果是一种对应关系 不是补充关系 那也会矮化习主席的 这个新制战斗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新制战斗力啊 仅仅是比 虚假战斗力好一点 或者仅仅是追求 不虚假战斗力 那这又是个什么意义呢 你本来就不应该搞虚假的 所以说何卫东今天 这样一个话舍天竺的 这个解释 反倒硬寸 习近平的新制战斗力 很无聊 所谓的新制战斗力 就是别搞假 本来就不应该搞假 习主席憋了那么大的劲 憋出来一个新制战斗力 就是个不做假 所以这个拍马屁呢 拍的呢 把习主席拍成了原型 你越喊不做假 可能你习主席的新制战斗力 就是要造假 那么第三个想要 网友分享观点 就习近平为什么这么疯狂 来推销他这个新制生产力呢 LG之前只能够认识到 就习近平呢 他就这种玩新概念 玩新词 实事不干 或者干不了实事 LT的能力也只是意识到 就直觉直觉的这个程度上 但是呢 今天看到德国之声的一个评论呢 很受启发 很受教育 就德国之声 他也在分析 说为什么习近平 这次两会上 不理朝政 不想大事 拼命来多数这个新制生产力呢 就德国之声 他有一篇分析评论文章 他认为习近平 之所以这次两会痴迷疯狂的新制生产力 是因为习近平要回避一个矛盾 回避什么矛盾呢 因为国际舆论 中国的舆论都认为 今天中国啊 到了非要改革不可的地步 就习近平把方向弄偏了 包括财新讲的 要回到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上来 就要回到改革开放的这个道路上来 这个对习近平的压力很大 那么你要回到改革开放上来呢 就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这个终身制 独裁 那么如果大家都来讨论改革的话 那对习近平这样的反改革 要追求这样一种定于一尊 追求终心终身皇帝 那么这个就非常负面了 怎么把舆论的焦点引开 这个德国之声认为呢 你要谈生产力 生产关系 你要谈改革 我就谈生产力 我就谈新制生产力 用新制生产力来规避 中国制度改革的急迫性 这个德国之声呢 他这个观察 这个理解 LT认为是有说服力的 就要不然你很难解释 习近平他本身文化不高 他为什么要甩这个词 而且呢 非常痴迷的来强调 他这个新词语 他就是为了回避矛盾 把你们都在讨论 这个生产关系要改革 不我就来弄个新的生产力 德国之声呢 他评论分析说 习近平将新制生产力 看作一贴能治百病的良药 他将目光 集中在高精尖的技术 与高效率生产 以规避制度改革的急迫性 德国之声的这个文章当中指出 中国目前经济困境 极大程度是源自制度层面的问题 比如税收制度 提拔官员只看GDP制度 对国营和私营企业差别对待 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户口制度 而这些制度 攸关当局干部的利益 因此不愿意进行改革 而新制生产力的提出呢 就回避了这些 阻碍中国现实发展的 这些重大障碍 当然也不排除 就习近平他这个人呢 他就是喜新厌旧 他就是喜欢甩词 他可能也没有那么深的逻辑 就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 但是他回避矛盾 回避改革的这样一个艰难 来另辟新路 这种分析呢 LT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